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就是有一点点被很多戏剧跟漫画给影响 因为像很多故事不是都会有一种 就是主角后来发现 这件事情只有我才办得到 还有我有就是独一无二的天分跟能力 所以呢只有我才能做到一些 其他普通人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这是有一种英雄主义吗 对对对对我觉得有 那我们今天这样开头呢 其实是因为前几天我在看一个非常有趣的脱口秀 那这脱口秀的主讲人呢 其实不是脱口秀啦 是单口相声 就是那种欧美很常看到那种stand up 然后呢这个人是刘斌仔 所以如果有在看一些韩国综艺的话 应该会知道他是谁 他就是一个算是喜剧演员吧 然后也有出演很多综艺这样子 然后他自己写 然后自己讲的这个stand up 他里面就有提到一个很有趣的桥段 他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很小只的男生 所以呢他就常常自嘲自己很爱 然后没有人气这样子 所以他就讲到说 他在他很喜欢的女生面前 为了想要多引起他们的注意 他就会使出一些很奇怪的招数 因为他不能靠他的外表 或是他的身高来引起女生的喜爱 所以他就会假装自己是天才 或是那种很四次元的人 那四次元不是所谓的那种呆呆的那种男生 而是有一点那种很文青 然后呢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然后常常望着天空 然后呢有点格格不入 可是又很酷 所以就是那种 很像是电视上描摹的那种天才 因为他说他自己毕竟其实是一个很世俗的人 所以他描摹天才的方式 就是想象 电视剧里面的人是怎么样 那其实在他的stand up里面 我觉得这个状况算是被他夸大 那他后来有点类似透过这个状况 去解释说很多人在现实生活中 会很希望可以扮演 或是呈现出一种形象是 与他人不同 然后大家这个欲望会是希望可以被别人注意到说 他是不是跟我们不太一样 或者是他是不是有一些我们没有的才华 然后因此崇拜或是喜欢 你刚刚讲到与他人不同 我就想到很多人不是很喜欢讲 严谨小说的女主角之所以被男主角就是看上 就是因为天哪他跟那些妖艳见惑都不一样 对对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影响很多女生 我觉得啦因为至少是我有很长一段时间 就是看了这么多这样子的 例如说偶像剧或是小说 你真的会有一种我是不是应该也要跟他们一样 当一个不一样的女生 但是其实近年来还蛮多人都在讲说 其实这样子的思想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好像如果不一样的女主角 其实从命中注定我爱你开始 那时候就没有不一样的女主角了吧 还是说是命中注定我爱你 那时候创造出了一个很平凡的女主角 所以大家更容易代入 我觉得是因为如果说你讲说 这个女生她很不一样 男主角很喜欢 那这样子的话女生就会有一种 那我必须要成为那个不一样的人 然后我跟其他人不一样 等于是女生之间自己会一直去分化 那这样子的话 你有点像是仇视你的 明明是你姐妹 但是你就觉得说 我一定要跟你们不一样 你们都是妖艳见惑 你们都很耍心机 只有我呢是跟男生是好哥们 对然后呢我很没有心机什么都不知道 那我觉得这样其实有点 本末导致的感觉 可是其实妖艳见惑 就不会跟这种人当朋友吧 对啊 而且她会这样想她也不是 她就是妖艳见惑 对我跟你讲 会有这样的想法的人 其实我觉得那就是心机的一种啊 那我觉得有心机完全不是坏事 你知道不要拿这个心机去害别人 那它就不是一个不好的特质 但是我觉得就是 大家看太多这种 电视剧上面描写的这些角色 你就会觉得说 那我应该要成为某一个样子 别人才会觉得我很特别 或是我与众不同 我跟那些人都不一样 然后我就因为她这个喜剧的这个单口相声呢 就完全打中我的心 因为她就让我想到 我从小就一直很好奇一个议题 就是我们是不是都很害怕成为普通人 或者是跟大家一样 或是成为那个手指刮虎主流 啊 你是说大家害怕成为主流 对 应该是说在某些同温层 因为我觉得像是对某些人来说 成为主流不是什么坏事 可是对于某些人来说 如果你被人家说 诶你的音乐品味很主流 那个人他可能就是立刻想拍桌 就是走掉 有没有 我懂 就像是有人问你说 诶你喜欢什么类型的音乐 然后你说 哦 pop music 大家就是哦 对对对 就是好像主流现在变成是 有点小贬义的词 我觉得不会到贬义 但是就是会让人家觉得说 你好不特别 对 然后我就是觉得这个主题实在是太让我着迷了 因为我很想要知道就是各位听众 你们有没有像是刘炳仔在他的那个单口相声里面提到这样的状况 就是希望某一部分的自己希望自己是与众不同 然后想法有点类似天马行空 成为这样子的人 然后让别人觉得说 天哪 你真的好不一样 没有人能够成为你 你好独一无二哦 就不知道有 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欲望 我突然想到 因为最近书语推荐我玩了一个手游 叫留言侦探 然后它是算是互动类型的侦探小说 然后里面就有一个角色 它是喜欢动漫就是比较二次元的东西 然后因为它的互动是互动在 我们可以跟里面的角色传讯息聊天 然后聊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那个角色有提出一个想法是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渴求认同的孤独行者 就是大家都很害怕成为主流 可是大家又希望自己的意见被看中 我觉得他讲得很好 因为我那时候在跟他玩的时候 我偷偷截了超多图 哦真的哦 因为我觉得那个虚拟角色 讲到很多是我自己内心的想法 然后我觉得我真的交到一个朋友 殊不知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人 你是在her吗 好可怕 爱上虚拟人物 对啊 那我觉得那个游戏还蛮有意思的 就是它里面的角色 每个人的个性都很不一样 而且很贴近现实人生 那个游戏真的很好玩 对 就是姑且不论它的故事线你喜不喜欢 我觉得光是那里面的角色 那个对话的故事线就很有趣 对还蛮推荐 喜欢侦探小说的大家去玩玩看的 好离题哦 直接开始帮人家打那个手游广告 对 好那就进到我们今天真正的主题 就是所谓的 我们是不是都很害怕跟别人变得一样 然后呢成为普通人 那我首先想要问一下于婕 就是对你来说什么是与众不同 我觉得与众不同是在某一个产业或者是某一个专场里面很突出的人我会称作他与众不同 我反而不觉得个性或者是行为举止会让我觉得这个人很与众不同 所以你看中的比较是能力对不对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个性跟行为举止是社会上面潜移默化出来的 很少有人除非你真的是独居在山中的狼养大的小孩 不然其实不太可能会跟一般人的行为跟思考模式有太大的落差 我自己觉得啦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因为通常我们讲到与众不同 除了能力之外很多人都会讲到说可能个性很特别 或者是不在意别人的想法 然后很坚持己见的人 大家会觉得说 你怎么那么勇敢那么不一样 因为我觉得就像是你前面讲的官腔的那个说法 大家都是特别的人 但其实反过来也说也可以说是 虽然你现在在这个群体里面是特别的 但是这个世界上有千千万万个特别的人 所以每个人都还是有一些共同点在 所以你会觉得说所谓的与众不同 可能就只是在你的小小生活圈里面与众不同 但是宏观来看的话 其实大家都差不多这样子 你说个性跟行为举止吗 对对对 应该也不是啦 因为像是罗兰就很与众不同 就是日本第一牛郎 罗兰她的行为跟她的思考模式就非常与众不同 可是她也是我讲的 因为她是那个行业的顶尖 然后她拥有的东西也很多 所以可能让她的思考模式 跟我们这个同温层的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你要在同温层里面 找到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有点困难 除非是我啦 我在自己同温层里面会觉得 哇这个人真的很特别 通常都是因为她特别有才华 同意 而且因为我觉得才华是装不出来的 对就像才华跟天才啦 如果她是个下棋天才什么这种 我就觉得哇她真的是很特别 所以你不会被所谓的 好假如说讲表面一点好了 在社群网站上面 她发文的模式 或者是她现实动态的风格 或者是她拍照的风格 看起来独树一格 你会觉得这个人与众不同吗 我很难会用与众不同形容她 因为 你很难会用与众不同形容一个人吧 通常只会说 我喜不喜欢这个人的风格 对 但是你喜欢这个风格的时候 其实里面就包含了 你认同她的风格 所以你很难去说那个是特别的吧 因为如果你要讲她这个是与众不同 然后你又认同她的话 那是不是有点抬举自己的品味 我不知道啦 我自己 或者是说 你例如说看到一个人画的画 然后就会说 天哪 怎么会有人画出这样的东西 我从来没有想过 例如说风景画 可以这样子去被呈现 那我觉得我不会用与众不同 可是我还蛮常会用天才这个字的 就是我很常会看到 一个人写的文章 或是一个人画的画 或是他做的影片作品什么的 我都会觉得很天才 他怎么想到这个idea 可是我不会用与众不同去形容它 所以你算是比较结果取向 对不对 那假如说你今天遇到像是刘彬仔 就是表面演出像是天才般的行径的话 那你会被他说服吗 有可能 如果他真的演得很像的话 所以代表 其实这某种程度上 应该是蛮有用的 对不对 应该可以吧 除非他就是弄巧成锁 或者是我就已经知道刘彬仔是怎样的人 然后他又在那边给我故弄玄虚的话 我就会觉得很好笑吧 就有点嘎嘎的感觉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好像刚刚那样子演戏方法 只适合在你完全不认识的人面前 可是我觉得一般人应该都会惧怕 就会想说 可是我要怎么跟他相处 对 就是可能有的人喜欢被崇拜 他宁愿被害怕 然后被崇拜 也不要觉得说 这个人很好亲近 因为他感觉就是很普通啊什么的 有可能 对 我觉得你对于与众不同的定义蛮棒的 谢谢 这样我又觉得自己与众不同 哇 谢谢姐妹 我自己对于与众不同的看法 其实蛮 我自己蛮困惑的 因为我觉得还蛮靠感觉 有的时候可能是像你说的 就是能力 然后有的时候可能是 这个人的氛围 可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一个人的氛围 就像是一个商品 它是一个可以被打造出来的东西 尤其是像现在 社群网络这么发达的年代 每个人都可以经营自己 所以后来就会慢慢发现说 有的时候你以为 很不一样的人 他可能实际上跟你是差不多 只是他用了特别厉害的方法去经营他自己的 可能页面啊 或者是拍出比较不一样的东西 可是可能追根究底 你们的想法是差不多 或是价值观其实也很雷同 我比较好奇的是 你认为与众不同 它是一个包译词还是贬义词 我觉得是个包译词 嗯 可是其实你说是贬义词好像也可以 只是通常我们不会拿与众不同来形容 呃 我们想要去贬的对象 对不对 嗯 可是因为与众不同对我来说还蛮 中间值的耶 哦 就是你如果要说 你不觉得它有点特别吗 就是这个特别真的是 包译或贬义都用得到 哦对 看你什么语气 对 还有那个谈话内容 嗯 嗯 就譬如说你今天在交友软体认识 就是滑到一个男生 然后他真的很怪 你也会说 但他超特别 哦对 但是如果你真的用交友软体认识一个真爱 你就说他真的很特别 就是特别 就是不是刚刚那个特别了 对 可是大家都有梦想成为那样的特别吗 我不知道耶 我觉得有些人 应该是会非常希望成为你后者的特别 嗯 就是让人家觉得 在心里有一个好的位置 哦这样有一席之地 对对对 也许是崇拜 也许是仰慕 不知道 但是大概是那样子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有些人也许他根本不care 他觉得我过好自己的人生就好 我不需要在别人的眼里是与众不同的 可是通常这种人也会被人家觉得很与众不同 因为他不在乎别人的想法 对 我们现在就是走到一个很混乱的迷宫里面 我好抓牛角尖哦 但是我觉得就是刚刚这样子的对谈 可以稍微理出一些我们在社会上 容易觉得比较不一样的人 就是他可能表象的能力非常厉害 或者是说他在思想上 比较不在意别人的看法 那样的人我们通常都会比较容易注意到 嗯 对 那我觉得既然讨论到了与众不同 那我们也要稍微讲一下 什么叫做平庸 因为我觉得平庸是一个很广泛的词 但是我们可以稍微来讲一下 对于你来说什么样的特质 会让你觉得很平庸 或是在什么时候你会觉得 我好平庸哦 烂好人 有听我们那一集的同学 帮你们拍拍手 因为我觉得平庸就是 做什么事情都不是特别出色嘛 可是我不觉得这是一个贬义词 我先说我不觉得平庸是贬义词 因为我觉得平庸有平庸的好 因为如果你要当一个这么出色的人 其实内心心理压力应该很大 不管你是不是天才 你应该都会有一个标准在那里 知道自己不太能够失败 但是有平庸这件事情就好像一个 安全网在那边给你 当你事情做不好的时候 你可以说啊没关系 我也只是普通人而已 嗯 诶我同意诶 而且因为那时候在写这个大纲的时候 我就很认真的思考了一下平庸 因为我的算是主要的标题是 我们为什么那么害怕变得平庸 会是变成普通人吗 所以我就在想 想说诶对我来说平庸到底是什么 后来我觉得说平庸 在大多数时候 我来看是一种状态的感觉 有点像是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或者是你觉得你自己喜欢的东西不够重要 那在那种状况下 你就会有点像无头苍蝇啊 想说诶那我现在该怎么办了 就是我只知道我讨厌什么 因为要知道自己讨厌什么超容易的嘛 可是你要找到一个自己真的很爱的兴趣 找到自己真的很爱的人 或是一个真的很爱的工作什么的 那就是难上加难 那我觉得在那种状况下 你就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就很像大海里的一条鱼 就是跟着其他人一起游 那那个状态我觉得很容易就会让人感到平庸 不论你到底是不是有才华的人 所以我觉得用这样的方法去看待平庸的话 比较容易会让自己觉得说 诶我其实是可以脱离这个状态的 如果我找到了一个我喜欢的事物 而且我够看重他的话 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但是你觉得别人不够看重他 所以你才会觉得自己很渺小 因为你想说我喜欢的这个东西 对大家来说根本就是一粒芝麻 超不重要不能赚钱 那喜欢的人又不够多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你可以换位思考 想说那至少我有一个喜欢的东西 那对于我来说他就是重要的 那我觉得比较容易脱离觉得自己很平庸 或者觉得自己可有可无的状态 我还是觉得这个是很一提两面的事情 因为你刚刚说觉得自己喜欢的东西不值得一提 可能是因为大家根本不在乎 所以不值得一提 那你也是特别的人啊 因为你喜欢一个很小众的东西吗 对但是因为我刚刚讲那句话的原因是因为呢 很多人觉得自己喜欢的东西不被在意的时候 他就会不敢讲 然后不愿意花太多时间去钻研 因为怕人家发现自己很喜欢 但是如果是像你刚刚说的 就是他可能没有很张扬 可他私底下还是花很多时间去投入在这个兴趣上面的话 那我觉得他就是独一无二的 哦 对 好特别哦 才说没有觉得谁特别 不会用这个形容词的 那你觉得说 你同意平庸是一个状态吗 还是你会觉得说 其实有的时候平庸就是一个 对于我们能力的一个很中肯的评价 我觉得平庸是状态 但是我前面 我刚开始一开始讲的那个平庸 我比较像是在叙述一个人的个性嘛 可是照你刚刚说的平庸状态这件事情 我还蛮认同的 因为尤其是对于那些刚毕业 就是准备毕业 或者是刚到社会的新鲜人来说 平庸一定是你最常会有的状态 你会觉得自己 来到这个世界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呢 我就是跟大家一样 我每天找一份工作 然后上班下班 然后我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但是我很清楚的知道 就是我讨厌 譬如说我讨厌运动 我讨厌吃甜食 就是你可以知道自己讨厌什么 可是你不会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然后你又很难去 认为自己喜欢的东西很特别的话 那个时候应该会觉得自己超级平庸 而且会觉得自己很容易被取代吧 对 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 当时想到说 其实是一个状态的时候 我不见得觉得 你用了这个思考 你就可以马上脱离 觉得自己很渺小的状态 可是我觉得可以稍微 慢慢的脱离 觉得自己就是平凡无奇 这样子的 怎么讲 思维吗 因为你可能没有办法真的觉得说 我可以慢慢成为天才 或是成为事实上唯一的存在 但是呢 慢慢慢慢你可能会觉得说 至少我还是有一些兴趣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那再来因为我们刚刚聊到了 平凡无奇的样貌 或者是与众不同的特质 那后来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讲一下 为什么我们害怕成为主流 那我觉得就像我一开始讲到的 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想要去扮演某种形象 或是某种角色 当然不是说很夸张 好像我们在演戏 但是我觉得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就像是很多人说 我们会有很多个自我嘛 比如说面对家人 面对朋友 自己或是情侣什么的 你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 个性 对对对 个性 然后行为模式啊什么的 所以这不见得是虚伪的样貌 就只是说你自然而然会想要展现出你某些状态啊 然后让别人觉得 你是一个好相处的人 或者在工作职场上 你希望人家觉得是女强人 所以你会展现出比较强硬的特质 那我后来就觉得说 其实追根究底大多数啦 会是希望人家认同你 或是喜欢你 或者是觉得你是一个很不错的人 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要别人能够喜欢很赤我自己 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 就是要花很多很多时间 有些人可能练习了一辈子都还做不到 我觉得那是需要相处耶 就是要得到足够的安全感 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很多人就是会觉得很痛苦 例如说他可能在朋友或是家人面前 没办法展现出自己很真实的样子 可能是因为他在性格里面的有一些地方 可能被某些人看到之后 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回应 所以可能造成 例如说从小 他就觉得说 这一部分的我是要被藏起来的 因为这不是很讨喜的特质 然后可能就会用比较扮演的方式 扮演出大家都喜欢的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心态也是有一种 其实就是在寻求认同感 我觉得身为人大部分的人都会想要有这样子的东西 你有害怕成为主流吗 我其实还好 因为我觉得我喜欢的东西很多都蛮主流的 那你有害怕自己是普通人吗 有就像是一开始你问我那个问题 我说我小时候有这样子觉得 其实就是大概在我国小国中的时候 我就一直觉得很相信自己有一件事情是一定要去完成的 然后呢是非我不可 而且我一定会飞黄腾达 然后后来就觉得说 所谓的飞黄腾达到底是谁定义出来的 就是飞黄腾达是我要成为一个公司的CEO吗 还是说我要赚到年收入八千万 就是那个飞黄腾达在我心中的定义实在是太模糊了 而且好像是太世俗的感觉 而且后来我发现当我觉得自己一定有一个使命的时候 我就会对自己有一些很莫名其妙的期待 对然后呢觉得自己一定比其他人好 后来我就觉得说天哪这样的心态好劣直哦 就是觉得说你一定要把人家踩在脚底下 你一定要成为那个第一名 然后呢一定会有最后一名的那种感觉 就是这个社会好像就是一个金字塔 你想要跑到那个最顶端 可是后来我觉得并不是这个样子 应该是说至少我不想以这样的方式去生活 所以我就慢慢的脱离那个 不想要成为普通人的心态 那你自己呢 你会不想要变得普通吗 或是当自己意识到 觉得说我喜欢的东西很大众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嗯这是个问题这样子 我好像从来没有这个想法耶 你刚刚在讲的时候 我很认同你觉得 就是人来这个世上有一些使命 我现在还是觉得 可是我没有伟大到觉得 自己好像可以因为这个使命而飞黄藤大 然后我也不会觉得 自己喜欢的东西是非主流的 就不太去分享嘛 因为我不是一个会把东西分享给所有人知道的人 但是我一定会把我喜欢的东西分享给我的亲近的朋友 所以我觉得那对我来说已经是足够的抒发点了 就是出口了 所以我不会认为说 我今天如果喜欢一个非主流的 那我也会觉得很抑郁啊 或者是我今天如果喜欢主流的也会觉得怎么样 那我觉得很棒 应该代表说你身边的人 或是至少你生长的环境 有算是给你足够的安全感 对不对 嗯这样说也对 嗯因为我觉得像是有些人 他可能会对于分享自己某一些喜好 或是性格上的某些面向 觉得很害怕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多人都可以理解的心态 因为大部分的人就是希望可以毫无掩饰活出自己嘛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都很喜欢那些做自己的人 但是同时我们又很 就是很矛盾的又觉得说 我应该要是某一个形象的样子 别人才会更喜欢我 就是一个很在拉扯 因为一方面又很想要就是你知道做自己放开 一方面又觉得说 可是像那样子的人好像更受欢迎耶 那我是不是应该要稍微去模仿一下 那我觉得今天这一集 我觉得如果你是有这样子矛盾心态的人 我相信你一定不孤单 因为我觉得我们多多少少都有经历过这样子的阶段 尤其在学生时期 团体生活你一定会觉得说 蛤为什么有的人就是这么受欢迎 或者是蛤为什么做这件事情的人 总是有很多人在拥护他们 对我觉得尤其是在成长过程中 很容易会有这种想要扮演某一种角色 或者是成为某些人的这样的心态 我现在想起来如果是要讲我希望自己是特别的人的话 真的只有在面对就是暗恋对象的时候 我会真打从心底希望自己是那个特别的人 但是其他时候好像都还好 就譬如说上课如果老师要抽吻 我就想我是最平凡的那一个 拜托 其实我就长得跟他同样一样 拜托不要拜托不要 对啊或者是什么抽点上去自我介绍这种 我最平凡我最平凡 因为我觉得爱情真的是耶 因为爱情对大部分来说都是一对一 所以你会希望对那个人来说 你就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小宝贝 嗯 对 可是其他时候我可能比较没有上进心 不然其实我相信有上进心的人 一定都非常非常想要成为成功的那一个 那那个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就是特别的 对 我觉得你说有道理 就是通常可能从小比较是属于学霸 嗯 或者是他天生就是非常会做某件事情 他应该就会觉得说 生下来就有一个比较是佼佼者的心态 就不是不好 但是我觉得容易比较容易像我刚刚提到的 就是金字塔的感觉 就是我应该一直是站在那边的 所以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掉到下面的时候 你会非常的泄气 因为觉得我现在是有点垂直掉下来的感觉 嗯 对但是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说 人生比较像是每个人都站在同一个平面上 然后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跑道 所以你跟隔壁的人比完全没有意义 因为你们走的道路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是红色还是蓝色 那你去比出一个高下之后 只是你自己一个人伤心到包而已 嗯 所以小时寥寥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啊 真的 尤其是我觉得大人给那些小孩子的一些反馈 会影响到他们一辈子 嗯 对就例如说 可能让他有一种 你就是世界上最特别的 因为我觉得跟小孩说 你是最特别的很好 可是如果你同时是告诉他们说 你看其他那些阿妈妈狗 根本比不上你 哦如果你是以贬低他人的方式来塑造 就是你是个很特别的形象的话 对 就蛮危险的 对 就像是 我不知道现在台湾普遍父母 有没有这样觉得 但是好像前阵子有人分享说 北欧国家的父母 很不喜欢别人称赞他们的小孩是漂亮的 嗯 可能是类似的原因吧 我超级同意 我那时候看到这一片的时候 我就觉得虽然有一点极端 因为大部分的人看到 可爱的宝宝就是会忍不住说 哎你好漂亮你好可爱 可是我的确同意就是 尤其是像我们现在外貌至上的 这个社会啊 有的小孩你从小称赞他到大 他就会觉得 哦我就是很漂亮 然后我可能就是可以用这个当做武器 然后有些小孩从小都没有被称赞 他就会觉得说 哦我知道我的外貌就是很平庸 所以我不应该去追求些什么 或者是 就是你从小没有得到那个鼓舞 然后反而还让人家觉得说 嗯他就是一个平庸的宝宝的话 我觉得一直到长大 就算他成为了一个很有才华的人 他那个心态有的时候会一直跟着他 可是你到底想要有一个有上进心的小孩 还是一个没有上进心的小孩呢 我希望他是一个有爱的小孩 嗯 然后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事情 就像是我刚刚说的 不要让他觉得某一些兴趣是很平庸 某一些兴趣是很好的 就是兴趣不分高低 对 然后人要保有适当的上进心 对 就是喜欢的东西你就努力去做 嗯 但是也不用去贬低其他人的喜好 我觉得这个好需要从小就教育 因为我觉得长大你要去转换那个思维的话 那有点像是你在逼迫自己说 对对对 你就是要往这个方向前进 可是教育小孩的话 从小就给他一个比较完善的世界观 会比较 让他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更快乐嘛 可是如果教他不要去贬低其他人的喜好的话 那评论家就要没工作 这样 对啊 我刚刚这样讲的会不会有点太乐观 其实也不会啦 因为就是一个愿景嘛 嗯 这极确是我自己的愿景 而且我也希望自己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人 因为也是像我慢慢长大之后 我才会觉得说 其实不需要害怕的平庸 会回到我刚刚第一个非常关心的回答 每个人都是特别的 然后就算你喜欢主流的东西完全没有不好 而且其实主流的东西 就代表很多人喜欢啊 假如说你今天是作曲家 然后你写了一首歌超多人喜欢 你一定是很开心的 对啊 我觉得其实这样想的话 你喜欢的是一个大家都爱的东西 那有什么不好 他就是很棒才会被喜欢啊 嗯 对啊 而且我觉得有些人会为了想要成为特别 去做一些根本就不是他个性的事情 对 其实这件事情才是我认为 会让人家 就旁人会觉得很别扭 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 就是如果你想要成为与众不同的人的话 其实你不用特别努力 应该就有机会可以达到这件事情 嗯 因为大家都不一样 对 不可能有两个个性一模一样的人 对 所以再怎么一样 你们一定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你只要做自己就好了 嗯 我觉得你这样讲 其实就是我今天想说的结语 因为像有的时候我跟一些朋友 或者是甚至不是朋友 就是萍水相逢的人聊天 他们就会可能无意间提到说 啊我真的很害怕 我就这样子过完我的一生 或是我就没有办法去到哪一些地方 或是可能做到某一个工作 因为这样就代表我就跟其他人一样 然后我就很 平凡很无聊过完我这一生了 我觉得这些话其实有它的道理存在 因为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 呃做某些工作做到死 就代表你很平庸 你跟大家都一样 可是我觉得如果你找到你喜欢做的事情 就算你做的工作是 一百万人都在做的工作 那有那些兴趣 或者是有的不 不平凡思考的你 就还是很不一样 嗯 就是如果你用这样的方式去看自己的话 你比较不会用那种世俗的衡量 觉得说你要去到这个学校才是特别 如果你去到那个学校 啊大家说是学店 那你就是很平凡的人 因为你如果你这样去看的话 你真的没有满意的一天 我真的觉得你自身的价值 只有自己能够评断啦 如果当你自己对自己的价值 是你自我衡量的话 其实别人怎么讲你 真的不会影响到你 对 而且又回到我们刚刚说的 通常用这样子心态去生活的人 大家就会觉得 他看起来特别快乐 或者是特别有自己的目标 也许你的目标就只是好好生活 好好享受你的生活的每一刻 或者是你现在在做的每一件 让你开心的事情 那你这样讲我就觉得 那对我来说 与众不同的人又多了一个 我自己的定义 就是那些在生活里面 看起来很闪闪发光的人 嗯 你身边一定有这种朋友 就是他非常努力坚持不懈去 一直进行他喜欢做的事情 那些人真的看起来很耀眼 对 所以就希望大家都可以成为那些 闪闪发亮的人 然后不需要去比较说 我跟他谁比较闪 就是那种感觉 因为我觉得就是 在这个时代 大家太容易去看到别人在干嘛了 就是因为社交软体 对 然后你看到别人在干嘛的时候 尤其是跟你做的事情 有点类似的时候 例如说你在上班 他也在上班 那他现在又去出差 然后呢 我现在就只能在那边狂加班 那我们是不是不一样 可是其实你们人生想要的 可能根本就是完全不一样的终点 应该就是完全不一样的目标 不要说终点好了 所以那你这样子去比较的话 那你就是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平面上 去比较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对吗 因为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那你就不需要把自己拿来跟别人比 就苹果跟香蕉 不能比较 对啊 希望大家不要觉得很鸡汤 我觉得会不会有人害怕 平庸是害怕自己一辈子都非常努力的 做一件他很喜欢的事情 但是他都没有被看到 我觉得有可能 怎么办 我会不会在太结尾才提出这个问题 可是我觉得是有点 惊吓到我 因为我觉得还蛮有可能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多少 就算我们再看中自己 我们都还是希望别人可以 至少觉得说 你现在做的事情 对这个社会是很有意义的 我觉得社会上有很多工作是缺少的会 就是看起来不起眼 但是其实很重要 对 可是我们大家不会把 例如说媒体的力量放在他们身上 不会去报道这些人 那我觉得这些人 他们偶尔可能会觉得说 我是不是就是很平庸 我觉得真的是要看你怎么定义 自己平不平庸这件事 就是假设我今天真的工作非常平庸 那我可能会把 就是我的家庭很美满的话 我就会觉得我家庭很特别 或者是我的兴趣很特别的话 那我也会一意为傲之类的吧 对啊 我觉得就是最重要的 好像要找到自己人生中 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哇这个好难哦 就是像有的人不是说 其实他的梦想是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或是至少找到一个爱的人 然后共组一个家庭这样 不用说多美满 那如果说他在工作上 一直拼命的去寻找他的成就 因为他觉得这是社会觉得 成为不平庸的人必经之路 那他可能到时候都还是觉得 自己有点好像少了什么少了什么的感觉 因为对于他说 人生中最圆满那一块 就是他想要有一个 开心的大家庭 我觉得如果你找错目标的话 可能也会有一种 自己是不是白跑一趟人生马拉松的感觉 哇这真的是没办法耶 对啊 所以就期许我们都可以找到什么事情 是可以让自己最开心的 就是要趁年轻的时候 对 要摸索 对 因为找到之后我想 我们就不会去思考 自己到底是特别还是平庸 我们就是忙着快乐 这是真的 有的时候真的是人太闲 才会想一对 或者是例如说忙着读书啊 准备考试的时候 就会有一种 啊那么多考生 我能考去哪里 我要选什么科系 那时候 就是思考很重要啦 对 你要一直把自己 保持在很忙碌的 大脑一直在运转的状态 嗯 或者是很平静 哦对 对 所以我觉得 如果是平静的话 感觉冥想蛮有帮助的 嗯 对 所以以上就是一些 不知道对大家 有没有帮助的讨论 我们甚至也没有结论 对啊 这个太 真的是大灾问 这没办法 对 因为这 有点算是我从小就一直觉得说 欸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想法 我自己其实蛮困惑的 嗯 因为我会觉得说 奇怪我爸妈也没有跟我讲说 你这辈子的任务 就是要拯救全世界 那你会不会很希望 就在成长过程中 你很希望有一个 特定的人物 就是你惊讶的对象 很认真的跟你说 你这件事情真的做得超棒的 你未来就是要当一个 站在国际眼光下面的 服装设计师 我以前会很希望 别人家跟我说 嗯 但我现在觉得 如果有这样子一个人告诉我 尤其是我很惊讶的人的话 我觉得我这辈子就会给自己太多的期待 然后以至于我没有办法去看清楚 我真的想要的是什么 嗯 尤其是因为你如果很在意那个人的言论的话 嗯 这些人可能可以是你的父母 或者是你的兄弟姐妹 那我觉得他们的话语 如果有盖过你自己的 比如说对人生的欲望的话 我觉得反而有的时候会是蒙蔽你双眼 嗯 会 对 所以就 也是没有一个答案啦 但是希望大家听完这一集的话 可以思考一下你对于这个主题的一些感想啊 然后如果你想要跟我们讨论的话 你也可以就是寄信给我们 或是到我们的IG 午后女子会来跟我们聊天 嗯 对非常期待大家的来信或是讯息 你们的故事一定都不平庸的 真的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我们更多的消息的话 那就去IG搜寻 午后女子会 或是Afternoon Girls Club 那我们在贴文啊 或是现实动态 都会分享一些 我们可能日常看到的书籍啊 影集之类的 还有我们准备的心得 对 好 那就期待在那边跟大家相见咯 那午后女子会 上会